大家好 很高兴大家进入Vertica Unify 2022中文会场 我是负责Vertica中国区销售业务的王力 也是本场会议的主持人 首先 我们有请Vertica首席架构师刘定强先生 为大家分享Vertica12的最新技术 大家好 非常高兴与大家一起参加Vertica2022 下面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Vertica 以及Vertica12和最近版本的一些新的特性 Vertica建立在以作业性能 开放架构 高级分析和五底层 去做设施俗复为中心的丰富创新历史之上 它早已经不仅仅是性能最好的Circle标准大数据仓库 还融合了包括时间序列和地位置等高级分析 和常用的库列机器学习算法 以及数据湖究竟分析查询引擎于一体 提供结构化和半结构化数据的准时事数据整合和预测分析的能力 以可扩展的极速性能应对数据规模 用户和应用场景规模等多个角度的扩展要求 让每个人都能以足够快的速度获取数据 以对其采取行动 以交互方式探索数据 并做出数据驱动决策 Vertica统一分析仓库 采用开放的架构 既可以纯算分离部署 也可以完全无共享部署 支持多云本地和融合的部署 可以随处运行 Vertica可以与Informatica等业界主流的ETO工具 无缝的集成 类似卡夫卡、Spark、连接器 并与它们之间双向数据交流 提供结构化和半结构化数据的批量 和准时式数据的整合能力 以及就地分析 存储在HDFS和S3对象存储中的 ORC、Pocket等开放格式的数据的能力 实现大数据仓库和数据壶的完美的融合 同时 Vertica还可以与Table、Click、Looker、MicroStrategy等业界主流的 可视化和BI工具无缝的集成 支持交互式的查询和预测分析 Vertica是一个通用的大数据分析仓库 是支撑业务分析师、数据科学家和统计学家 以及业务用户的报表、商业智能和数据科学工具的理想平台 它可以作为数据仓库、集市报表系统或者是胡仓一起的大数据平台 整合企业的全部数据 支撑数据探索、监控和改进产品生产效率和良率 分析客户流失和客户体验 防范其他行为 提供全方位的数据进行数据科学 从数据获得可操作的动态 并快速应用于业务 支撑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和业务快速创新 Vertica重点致力于 从可扩展的性能和灵活的部署选项 到我们多年来一直提供的丰富生态和医用性 以及分析及服务等重要的领域 我们下面来看一看Vertica12和最近的版本 这些最重要的新特性 了解Vertica的人都知道 Projection是Vertica MVP架构和列式存储技术的具体体现 从比关系数据库 更低的层级 透明的为查询性能优化数据存储方式 在飞行领域提供了深度性能优化 和更广阔的试验能力 Vertica12和11 允许Projection不仅仅是像以前一样 存储全部的明细或者是实施聚合的数据 它还可以只维护某些分区的数据 比如最近常用的热数据 就像屏幕的右边的范例一样 只维护最近一个月的数据 这样的好处是 这种优化存储中 不用维护不太常用的历史数据 从而可以节省空间 进行计算和存储成本 为更多的业务场景提供优化空间 计算存储分离模式 是Vertica应对数据规模 用户和应用场景规模 以及并发要求等多个角度的 可扩展技术性能要求的 云原深部署架构 公共存储上数据的分片数 匹配子集群节点数 才能更好地发挥 每个子集群的 每个节点的计算能力 Vertica12采用 存量数据文件 在多个分片之间 暂时共享 逆步的拆分的办法 支持分中级的快速调整 医用模式的分片数 避免传统MPP数据库 调整分端数 或者是集群节点数 对业务性能带来的 比较长时间的负面影响 释放了云原深架构的 快速弹性伸说能力 以适应业务快速变化的要求 多租户是Vertica统一 分析仓库的典型的应用场景 避免特定租户 或者应用的数据 过度膨胀 而影响其他租户和应用 是一段时间以来 很多用户呼声比较高的需求之一 Vertica一直在 倾听市场和客户的心声 所以在Vertica12 我们增加了 限制模式或者表的 存储空间大小的新特性 它只限制用户的DML 或者是添加列刷新表 Projection的操作 它不影响系统级的 故障恢复 TuberMurl的数据 合并整理等等 以确保系统的可用性 和可管理性 像K8S的自动扩容 在线升级优雅观机等等 这些Vertica12和 注信版本的更多的其他的新特性 请参见 请参见Vertica 产品文档 新特性相关的章节 好了 关于Vertica12的新特性 我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 感谢定强的精彩分享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 来自红星尔克信息管理中心 负责人张培东 张总来分享 红星尔克与Vertica的 心路历程 各位如果有问题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演讲结束后 会进入问答环节 有请张总 大家好 我是红星尔克信息中心的 技术负责人张培东 很高兴能在Vertica的 年度峰会上来分享 红星尔克在Vertica上的 一些应用 Vertica在我们企业 实时落地也有几年 那个时间 我接下来主要分享一下 我们当时为什么选择 Vertica作为数据仓库 以及Vertica给我们带来的 哪些收益及提升 希望接下来的分享 对大家有一些帮助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红星尔克 红星尔克是在2000年 成立在福建厦门 经过20多年的发展 已经发展成为 集生产销售研发 为一体的集团性品牌 服饰有限公司 全球大概有6000多家的 一个销售实体名店 红星尔克 大部分的这些产品 都是自己研发生产的 我们在前州 厦门 漳州 商丘 各地建立投产了 有8大的一个生产基地 基本上年 生产服装 2000多万套 鞋子2000多万双 红星尔克也非常注重 产品的一个研发方面 赛仙在国内建立起 第一家产品研发 和技术研究中心 成为业内首家 通过CMAS印证的 国家级鞋谱检测中心 并以世界级的一个 运动研究机构合作 建成国内顶尖的 生物力学实验室 而且早在2017年 就被国家知识产权 属于国家知识产权 师范企业 截止在2021年 红星尔克已经累积 获得专利200多项 其中发明专利有50多项 红星尔克近期 有打造一些科技类的产品 像旗探系列 降弹器 有关注红星尔克的朋友 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些产品 它本身用过的一些 体验跟舒适度 都能满足大家的一个诉求 我们现在沃迪卡 在我们这边 还是比较典型的 这样一个传统的加工模式 我们是将沃迪卡 作为核心的数据仓库的 一个底座 在这个基础上 进行一些模型的搭建 通过业务系统的 一个数据ETL 将数据抽取到数据仓库 做数据模型的一些加工及输出 在前端提供BI的一些工具 还有报表的产品 来实现和支撑 各种的主题应用的一些分析 沃迪卡方面 我们也是采用了经典的 这种企业部署的模式 从最初的一个三个节点 拓展到后面六个节点的 一个服务器部署 支持着全国三十多家分子公司 一场的数据分析工作 基本覆盖了商品 零售 财务 人力 会员等多过板块的 业务分析 80%的查询处理 都能在分钟内完成 同时在这基础上 我们建立了数据库模型 500多张 熟悉协服行业的 应该都比较了解 像商品分析维度 由于到SKU的话 我们的业务数据量 都是比较大的 每一类的业务数据 可能都是数十亿级的 行级别的一个数据量 我们最大的一个 单表数据行数 现在是有达到 300多亿的这样一个量级 同时在平台 我们现在每一页的 活业的一个用户量 大概800多个用户 活业的报表数 大概是在2200多张 一军的一个访问数 大概4000多个 已经作为核心的 数据分析平台 支撑着业务的 一个分析的诉求 在我们没有选择 这个Votica 作为数据仓库之前 我们采用的是 SAP体系的一个 业务仓库 底层的一个数据库 是采用PP2的 这样一个数据库 这套产品 有些熟悉SAP的 都应该清楚 我们当时还将它 部署在IBM的一些小机 包括IBM的一个核心的 DS8000的一个存储上面 性能来讲 还是比较高的 而且当时我们的数据 仓库容量 大概是5TB的大小 业务的一个积累 特别是后面 大量数据的一个累积 相信很多企业和我们一样 面临这样一个问题 基本上 业务数据值几十亿上百亿 导致后面的一个查询性能不差 查询基本上是以天为单位 连异常分析到 比较细致的维度 都不太可能 就像我刚才提到的 协服行业 是有款售码的一种方式 我们当时呢 只能分析到 款号的一个模式 如果要到明细的SKU 就款售码的时候 那根本是做不动的 因为数据量太大了 所以我们传统的一个系统 面临这么大的问题 而且实时性这个数据 那根本就是扯网 根本就没法去想象 连就更别谈 后面的一个大数据的 一个处理方式的 这根本的原因 就是传统数据仓库 它无法满足这种 大数据处理的一个性能需求 跟不上大数据时代的一种发展 相信呢 大家在做数仓显行的时候 都会将法度部体系 或者是NPP这个架构 拿来做比较 但早在我们当年显行 就是2019年的时候 其实很多企业 来去做这个数仓的一个升级 要做这个大数据 供应商主推 是推他们的SAPP HANA 因为我们传统是用的是 SAPP BW的系统 其次供应商会给我们推荐 互联网的一种方式 就是Hatop的一个方案 基本上很少供应商 会来推荐NPP的一个架构 但是我们负责技术的同事 进行研究发现呢 还有一种NPP的一个数据库 当时我们最早做POC研究的 其实不是Votica的 这样一个NPP数据架构 而是一个叫GreenPound的 这样一个NPP数据库 相信大家对这个 多少都有一点了解 所以当时我们在选择的方向上 我们也是很困扰 也有一些犹豫 但最后呢 我们是从这几个方面 去分析考虑的 第一 我们数据体量不是很大 当时的一个数据量呢 大概7T左右 以及后期呢 是在20T的一个数据增长 第二个 我们对于我们企业来讲 我们是希望有个 成熟稳定的一个平台 那哈德普体系呢 是一个生态体系 各种的一些组件 包括解决方案 非常的多 每一个呢 都有特定的一个 使用的场景 但是需要专门的一个团队呢 去认为和优化 这个哈德普体系 这对于常规企业来说 是要去做一个起舍 或者是技术方向 考虑的一个问题 第三点 我们企业呢 需要支持大量的 一个数据实时计算 分析的能力 所以对延伸数据库 脚本的一个支持 就非常的重要 NPP数据加构 就不用说了 本来就是一个数据库 但哈德普体系呢 也有很多的选择 像Impara Hive 或是Spark SQL 但这种大数据量 要实时处理计算的时候 可能就没有办法 及时响应 特别是我们在这个行业 有很多一些指标 是没有办法 一先计算好 固化到按年 按月器计算的 所以我们最终 有选择 NPP数据架构 我们针对这些 也做了一些的一些比较 和PoC 大家可以简单地看一看 做一个参考 当时 对于Votica和GP 都是作为NPP架构 我们主要是考虑的 几个点 第一个Votica呢 它各个节点 是完全对等的 它不需要 像GreenPan一样 需要一台 主Master的一个节点 然后呢 然后在这基础上 去扩展 它所有的Schemo节点 同时 数据加载 这个性能方面 Votica是天眼 比GreenPan 提高几倍的 一个性能的优势 后面的篇幅 也可以看到 具体的一个 PoC的一个测算 结果 同时呢 在优化用为这一块 Votica来讲 包括我们现在 试用 基本上就是自动化的 不需要 不太需要员工 去做一些优化干预 但GreenPan这一块 很需要大量的一个 DBA的一些优化 包括数据库的一些优化 看一下这个表 当时我们呢 针对 相数库存 大概数据量 80几亿的一个数据量级 做一个PoC SIP 也有的一个BW系统 我们基本上是 跑不太出来 或者是要 几十分钟 三十几分钟 这样一个 一个 一个 性能 在Votica上面呢 它几秒就出来了 在GreenPan这上面 大概是几分钟 相对来说 GreenPan 作为MPP架构 它也能支撑 但有Votica 这样一个 对比之后 我们 一言结德 会选择 Votica这个 作为一个数仓 所以 最终我们得出来一个 PoC完的一个结论 就是它比传统的数据库 可以快50 甚至几百倍的 这样一个数据的 一些提升 同时 它不需要我们 也有小级的一些部署 通过标准的 这种X86的一些 工艺服务器 就能去横向扩展 带来非常大的一个 性能的一些提升 同时 它是支持标准的 这种吸口的一些 接口 基本上 现有的一个 数仓开发引言 它就能快速的上手 兼用性非常的一个高 同时呢 它对于一些 主流的一些ETA 或者BI的一些工具 它也可以做到 无缝的集成 同时 它后面含有 集成的一些 高级的一些 数据分析的一些功能 包括 叫做机器学习的一些 一些方法 或者包 这一块的话 我们暂时是没用到 但后期 我们会有这样的 一些规划 所以通过最终的一个 POC的一个结果 我们就选定 Votica 作为我们的一个 核心的一个数据仓库 基于Votica 搭建了 这么一整个大数据的 一个分析平台的一些架构 最终 它也给我们带来的 切切实实的一些提升 像性能这边 像前面提到的 我们基本的分析星球 80%都是在 中内完成 实时机上完成的 而且 应用这几年 也验证了Votica的 一个可靠的一些稳定性 还有节点拓展的 一个简单和灵活 我们当时从三个节点 扩展到六个节点 除了数据重分部 需要耗费一点时间外 基本上没有遇到 技术上或者是 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 非常容易的一个扩展 从开发运维这一块 更是简单 基本不需要 DBA进行一些借用干预 真正的是把重心 放在数仓业务模型的 一个搭建和业务数据 逻辑的处理上边来 那我们异常需要做到的 也可以给大家做一些分享 基本上在建表的时候 我们就是遵循 业务模型类的一个数据 做大表的一个分段 主数据表维度 这类的小表 我们不做分段 同时我们会根据 它跑出来的一些执行进化 来进行重建 或新建这个projection 这projection其实就是类似于 Ortico之前的一个叫 聚合的物化视图的 这样一个原理 其实都是为了加开 这个数据查询的一些性能 同时呢 还会做一些宽表的一些处理 来减少大表 跟小表之间的一些关联 来提高这种性能 和吞吐的一些能力 同时呢 定期呢 去做一些数据收集 或统计信息的一些重处理 其实本身 Ortico呢 它 用它模样的一个设置 或者处理 就已经能达到 很高的一个处理性能 真正的其实实现了 简单开箱几种 不需要 低别太多管理 就能达到高性能的一个能力 其实后期 我们对于Ortico来讲 也会考虑引用他们 库内的一些机器学习的一些能力 来做一些业务依测 分析方面的一些尝试和研究 同时呢 部署方式 我们会考虑呢 从现有的企业模式来转换到 共享存储 DMO的这个模式来 进一步提升 节点拓展的这种灵活性 所以 大家如果是了解 还没有试用Ortico的一个朋友 其实可以去尝试试试用 或者实际落地使用Ortico 它会给大家带来非常大的一些惊喜的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听我多说了这么多 也感谢Ortico团队和Ortico的产品 谢谢 感谢张总的精彩分享 现在进入问答环节 谢谢